來 黃國昌委員 立法上兩個建議 當然我的預期或許錯誤 不過我預期等一下 國民黨應該會針對這個條流保文 會提保留 假設他們沒提保留在處理我的問題 如果他們提保留 就把我現在的發言列入會議記錄 接下來保留 在條文處理的時候要列入考慮 第一個部分是針對有關於 剛剛所提的修正這個動議 整個立法上面的結構我個人是贊成 不過兩個立法的小的建議 第一個是在第四項的時候 第四項法文上面是寫說 第一項鎖定禁止處分之財產 依法適合登記者本獲得主 或該管登記機關辦理限制登記 那如是儲存或保管於金融機構之存款 或有價證券 那個儲存兩個字 看要不要把它改成寄託 因為儲存這個法律用語 對我來講 可能跟我們現在民法典 去處理有關於 存戶跟金融消費機構兩者之間的法律關係 看是不是用技多會比較精準一點 那第三個部分是說 就有關於對他人的金錢債權 通知債務人向清場地的法院提存所 我辦理清場提存 那這個部分 有兩個修法的方向可以考慮 第一個是如果不用扣押命令的這個制度要用提存的話 那這個提存會升清場的效力 恐怕要把它在法條上面記載 那個因為牽涉到了第三人 他就有關於如果給付辭言的話 所進一步會發生的法律責任 那這個時候如果是他辦理的提存以後 也升清場的效力 當然我知道在法條裡面 似乎隱隱約約有隱含這樣子的意涵 但是從第三人保障的觀點來看的話 也就是第三人債務人 他這個提存會升清場的效力 把它記載得清楚一點 那這樣子會免得說 接下來可能他辦理提存以後 那這個提存是不是升清場的效力 導致第三人債務人他的權益會受損 那這兩個修法的建議給提案的委員做參考 謝謝 來 那個文字整理一下 那個各位有沒有什麼 針對黃國昌委員提的修正的意見 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來 那個清場存餘那一塊 這個黃國昌委員怎麼做修正 我把它寫給你 好 好 好 來 那個郭力昌委員 那個儲存或保管於金融機構的存款或有價證券的儲存 該提存的事實承報法院被查啦 那目的當然也是在凍結他對於國民黨的這個金錢債權的一個清場 但是為了要免除他對於他本身這個金錢債權的清場的一個義務 因為如果他遲遲不為清場的話 他會有遲延的一個效果發生 所以才會有做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如果說這個黃國昌委員那邊看有沒有什麼進一步的一個修正的動議 可以來大家再來參考一下 那麼這個處分的行為的不生效力 在相關的其他很多委員的版本都有一些溯及以往的規定 那我們這一份算是黨版的這樣的一份的修正動議呢 他規判的處分行為的不生效力呢 是只限於在本條例公布之日起 國民黨就將他現有的這個財產除了為履行法定義務或其他政黨理由 或符合本會所訂的許可要兵兵本會決議同意者外呢 其他原則上都不可以再處分 那因為條例公布之後呢 這有周知的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再有任何人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處分啊 而受益的話呢 這個處分行為不生效力 不會妨害到善意第三人的問題 那這也是 我想兼顧禁止處分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定的法律效果 然後避免受益希望傷害到善意第三人的一個 大家 我相信國民黨如果有誠意說 認為可以去接受凍結這個資產的處分 一個到現在為止我想 我個人認為國民黨應該要接受 好 那個根據黃國昌委員 跟顧立雄的意見 這個文字的修正的這個內容 我請醫生宣讀一下好不好 來 等一下我請他宣讀完 再來請你發言 建議修正本條第四項文字為第一項鎖定禁止處分之財產 如依法設有登記者 本會得主托該管登記機關辦理限制登記 如系寄托或保管於金融機構之存款或有價證券 得通知金融機構凍結其賬戶 如系對他人之金權債權 得通知債務人向清藏地之法院提存所辦理清藏提存 並應將該提存之事實 承報本會備查 其後增列下列文字 依本相所為之提存生清藏之效力 宣讀完畢 好 那個王毅民委員